Hello 童马刷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机器学习 那不要看到这个代码就被劝退了 就是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说已经是高手了 不管你是用TensorFlow还是用这个PyTorch 都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我希望这个视频的目的的话 并不是说就是给你一个例子 然后作为一个教程就结束了 而是说让你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大概有哪几个步骤 然后2022年的这样一个机器学习 大概长什么样子 所以说如果说有些东西你不知道 或者说完全不懂的话也没关系 你就是把这个视频看下来 你了解一下大概哪些步骤 那么我觉得这个语言或框架 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可能过几年都会就会重新 全部重新再来一遍 所以说你这个理解了概念 这个概念本身之后的话 这东西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那么今天我们会以Vision中 非常经典的一个MNIST的例子 作为例子 然后就是走一遍这个流程 那么MNIST的话 就是一个手写数字识别的这样一个数据集 那么这些输入的话 就是这个图片 这像素 然后的话 它的数字的话 就是0到9 那么它同样会给你一个 这个label标注 告诉你这个数字 是0到9中的哪个数字 那么这个机器的话 就会去从这些 这个图片的像素 以及这个标注的这个label中 去找它们对应的关系 然后希望能够在没有见过的 就是新的人手写的是个数字的实力上 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识别的效果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数据集合它的目的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使用的这个是 我们使用的是TensorFlow和Keras API 那么然后使用的是Python语言 那么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导入module 我们一边来操作一边来讲 那么我们用到的module的话 就两个 一个就是TensorFlow 就是TensorFlow是一个非常大的包 里面有很多东西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会用到TensorFlow的datasets 那么这里面包含了很多 通用的这样一些数据集 那么使用起来的话 就非常方便 你不需要自己再去下载 再自己去准备这个数据集了 那么就是导入模块 我们导入好了非常快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就第一步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去加载这个数据集 我们用的是TFDS.Load 那么Load的这个是什么数据集呢 就是MNIST 然后哪个Split 那么通常一个数据集的话 会划分成至少两部分 一部分的话就是训练集 一部分的话是测试集 然后可能还会有这个Validation 就是那个验证集 那么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的话 我们就是就会 只使用这个训练集里面的数据 然后我们不会让模型 看到测试集中的数据 这样的话就会保证 我们到时候做测试的时候 能够精确的衡量出 它在从来没有见过的数据上的表现 就是看它的这个泛化能力 否则的话就是你不知道它是出现 就是训练的非常好 还是出现了这种过拟合的状态 Overfitting 那么我们就去分别的去加载 这个Train和Test Set 然后我们是用Supervised 就是一个supervised的这个Problem 就是有监督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话 就是Data的话就是这个Pixel 然后它有Label是0到9 告诉你是哪个数字 那么然后我们就去加载一下 这个话它会去从网上去下载这个数据 数据集到你的本地 然后会有个缓存 然后你第二次加载的话就会比较快 那么这个Data Set的话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函数时变成了思想 那么我们用一个function take10 就是说去生成一个新的数据集 然后以这个数据集中前10个元素 去生成一个新的数据集 那么它还是一个数据集 那么前10个元素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Display出来 就用这个asDataFrame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会有些warning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这个图片 是一个其实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数字本身 然后有个label表示它对应的这个数字是几 那么同样的话这边我们用了take10 读10个 那么我们可以用take1就是读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for循环 那么它就是这个Data的话就是iterable 我们可以用for循环去拿出图片和它的label 那么我们这边分别把它们形状打印出来 那么图片的话是28×28×1 那么这是一个one channel 黑白的一个图片 那么label shape的话是空 那么空的话表示它是一个scaler 它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是一个64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是第一步加载数据集 我们把数据集无论你是从硬盘还是从网络 还是从哪里把数据集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的话我们有把它组织成这样一个图片 和label就是stereo-supervised的话就是input和label 这样一个pair或tepo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那么第二步的话通常的话就是预处理或者说做一些数据的增强 那么就是数据上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边我们有一个batch size 我们后面会用到batching就是在训练的时候的话 并不是一个图片一个图片训练的 这样的话一个是不稳定 另外的话就是就是运行的话并不是特别高效 特别是你在这个gpu或tpu上的话你跑一张图片 你自信跑一张图片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高效的 而且会不太稳定 所以说我们通常会把一组图片放在一起 就作为一个batch一个p 那么去进行forward和backward 就是pass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处理的话 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做一个转换 那么这边的数据的话 图片的话如果是这个rgb的话 它的话是用uint8 就是8位的nsigned integer去存储的 那么它表示的值的范围是0到25 那么在机器学习的过程中的话 我们通常的输入都是float 你可以把它normalize成0到1 或者说-1到1 或者说-0.5到0.5都可以 就是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别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我一般的话就是把这个图片的话 都normalize成这个0到1 有很多种不同方法 我们边使用的是TensorFlow的AP 就是做一个imaged convert 那么它会自动的去把相对应的 这个数据进行mapping 那么uint8的0到25的话 会map到flow3的0到1 如果说你是uint16的话 它也可以做相对应的mapping 你这边就不用去手工说 去除255或者除65536等等 那么这边的话它就把你做好了 那么我们的输入的话是一个tuple 就是两个元素 就是这个image和这个label 然后输出的话也就是tuple 因为我们这边label没有变 如果有些情况的话 你可以做文号incoding 这边我们没有做这个操作 我们只是把图片从uint8 变成float32 0到1 之前说这个dataset的话 它是一个函数式的对象 那么你可以用map 就是对它为每个元素进行操作 那么注意这边它其实 可能并没有进行实际的操作 如果说一个模特的话 它有可能去操作 如果说它应该是lazy evaluation的 如果说你就是说它并不是立马操作 它是需要的时候去调用函数去做处理 然后的话处理完的话 它又是一个新的数据集了 数据集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它做一个batch 那么这样的话batch的话 我们每次拿出来的话 它就不是一张图片了 而是1024张图片叠在一起 变成一个四位的tensor 那么这边的话它是一个三位tensor 是28乘28乘1 那么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变成了1024乘28乘28乘1 这是一个四位tensor 那么我们同样对train和test 同样做同样操作 做预处理 然后去做就是做了conversion了 然后去做这个batch操作 得到了我们的新的processed train dataset 和processed test dataset 那么我们可以在新的处理完的数据上 take one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状变成了什么样子 可以看到这边它加了一个batch dimension 加到第一尾上面去 那么它的size的话是1024乘28乘28 那么它的label的话是1024 是一个vector 然后每个元素的话就是一个scaler 这样的话我们就定义完了这个预处理 这边是一个lazy的这样一个操作的预处理 然后的话我们就要去定义模型了 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个classification 这是一个classification problem 然后我们有多少个class呢 我们有10个class 那么它的imput shape 这边的imput shape的话 就是不需要包含这个batch dimension的 就是batch dimension的话是可以动态的 根据动态定调整的 所以说我们的imput shape的话 就是之前的这个图片的大小28乘28乘1 那么我们来定义一个模型 这边的话我们用到的是Keras的API 用的是sequential这样一个这种方式 当然Keras API的话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模型 这边我们首先有一个sequential的话 相当于是说你把一系列的这样一个layer 就是一层接一层 就是上一层的输入 上一层的输出 作为下一层的输入 一次类推 最后一层的输出的话 就是整个模型的输出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定义了一个输入层了 那么输入层的话需要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这个shape 就是你的输入的大小 告诉这个模型 你的输入大小是什么样子的 是28乘28乘1 然后的话 由于我们后面的用的模型的话 相当于是两个dense layer 或者说fully connected layer 或者说multi layer perception 所以说它的输入 其他的话输入是一个vector 那么这边的话 由于我们图片是一个三维 或者说实际使用的话 是一个四位tensor 三位tensor 那么三位tensor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变成vector的话 我们使用flatten layer 就是把它摊平 就是把它碾平 把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tensor的话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维的向量 那么它的元素的个数是不会变的 那么会变成28乘28乘1 所以应该是768个元素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就接了两个dense layer 那么第一个dense layer的话 就是一个hidden layer 它有32个units 然后我们用了激活函数是reloot 这边你可能很多东西听不懂也没关系 这边的话你大概知道 我们有个模型 然后模型里面有很多层 每一层的话有可能有不同的操作 那么最后一层的话 我们也是个dense layer 然后最后一层的话 由于是我们是一个classification problem 所以说它的units的话 就是它的输出的units 就是等于它的number of classes 就是说有多少个类 我就有多少个neuron 有多少个输出的节点 然后每个节点的话输出的值 表示它属于class的probability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使用了softmax softmax的话就当于是probability 如果你不用softmax activation的话 就是logits 然后你自己在后面再做也可以 那么我们就定义了这样一个模型 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summary 把这个模型的状态挡印出来 那么你看到它的一共有三个层 只有三层 那么第一层的话是flatten 然后它的输出的形状是768 第一个形状的话是none 那么这边表示它是一个batch 这个batch的话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那么它的shape是768 然后它有多少个参数呢 零个参数 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一个dense layer 它有32个nodes 那么它的参数有这么多 怎么来的呢 是784乘3 32 再加32 那么第二层的话 第三层的话也是个dense 它有10个点点 输出的话就是10个点点 最好是我们number classes 是0到9的概率是多少 它有330个parameter 那么我们总共模型的话 一共有25,450个parameter 那么我也把这个模型画出来了 那么首先我们的输入是一个图片 是一个灰度图片 那么是大小是28乘28乘1 那么每个像素 你flat的话你可以认为每个像素接到一个neuron 接到一个贴点上去 那么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像素呢 一共有784个像素 所以说我第一排的话 第一列的话就有第一层 就有784个节点 然后我第二层的话是一个hidden layer 一共有32个节点 那么每个节点之间的话 它们pairwise之间都有这个鞭连接 那么每条鞭的话 就是有一个相对应的权重 然后每个输出节点的话 还有一个相对应的这样一个buyers 所以说它会多一些参数 可训练的参数 那比如说这个32到10 那么32乘10的话 一共是320条鞭 那么每一个oplayer的话 每个op node的话 它还有一个buyers 是10个buyers 所以说是320加10等于330 记忆学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能够把每一层的 每一个ops的input output dimension说清楚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就理解了它这个操作 如果说你dimension没搞清楚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是没有搞清楚 它到底在干什么 OK那么我们就这边的话 其实你并不需要去太多注意到细节 这边反正我们就是定义一个模型 它的输入的话是个图片 输出的话就是一个概率 每个class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参数是可以调整的 其他参数是不能调的 暂时不能调的 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定义完这个模型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训练了 但训练之前的话 我们还要去定义一些其他东西 比如说这个loss function 我们怎么去定义我的输出的 这个prediction和ground truth 这的一个差别 那么这边由于我们是一个 classification problem 所以说我们用的是 这个sparse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 如果说你的label是 文号的encoding的话 encoder的话 那么就可以直接用这 categorical cross entropy 这边的话 我们就是用了这个sparse categorical entropy 那么这边还要定义 这个optimizer优化器 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这边选择atom 然后我们要去track哪些metrics的话 这边就是track accuracy 也就是判断你预测 这个概率最高的class 是不是和它的ground truth相同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compile 就是把这些loss optimizer 这个metrics都是具体的实力化 这样的话我们就后面可以使用到 然后我们只要训练的话 非常简单 就一行代码 就是fit 输入的话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processed trend dataset 就是processed trends 就是我们的输入 然后batchset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batchset 1024 然后epox的话 就是我训练多少轮 那么这边如果你不做任何操作的话 这边的话就是默认把这个数据 其看多少遍 那么对于很多问题的 特别是对于vision的问题的话 你这个数据其看一遍 就是是你这个trend dataset里面 图片 每个图片看一遍 我们都称为一个epo 那么通常看一遍的话是不够的 我们可能需要看很多遍 10遍 100遍 甚至几千遍都有可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先看10遍 看看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训练了 训练速度非常非常快 就是在2022年训练这样一个mnist的话 这个时间是以秒计的 几秒钟就可能 就是好秒计都可能 就是几秒钟就训练完了 而且它的精度非常高 可以达到94% 就是一个mlp 然后也没有经过任何调参数 或者干什么的 我感觉可能lend rate 还是太大了一些 可能它调小点的话 可以达到更高精度 然后这边就是训练 训练 训练完之后的话 我们还要进行evaluate 那么在我们没有看过的数据集上 进行验证 看看这个模型 泛化能力到底如何 所以说evaluate的话也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调这个model evaluate function 就是把我们之前说的 processed test dataset传进去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在没有看过的数据集上 表现会是如何的 那么表现基本上差不多 那么loss的话也差不多 loss不断下降 0.2058 那么在test上的话是0.2067 然后accuracy的话是94.16% 那么和train非常接近 表示说我的模型 并没有过拟盒 那么有可能是capex的不够 也可能是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或发货比较好 那么我们这边也没有进一步的进行调参 然后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做prediction 就是看它的输出是什么样子的 同样的话我们还是用之前的test dataset take 5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就对前五个图片进行预测 分别是20487 那么注意这边的话 由于你模型在训练的时候 你应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pre-processing 那么你在inference 或者在predict的时候 也要用相同的这样一个预处理 比如说我们这边做了conversion 做了一个normalization的话 我们这边也要做相同操作 所以说我们还是testDS5 take 5 然后去map一下我们时间定义的pre-process 然后我们加一个batch set 这样的话它的模型就可以正确的去做prediction 那么来看一下prediction prediction的话它是对于每一个图片 它会输出一个长度为10的 就是我们这边最后的输出层 有10个节点 每个节点的话表示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对于第一张图片 它认为它是0的概率的话是5.79 1乘10的负5次方概率比较低 然后1的话是反而更低 因为它和0还是有点像的 看到没有 这边只是没有风口 然后这边多了一笔 所以说它的0的概率比较高 然后1的概率很低 然后它的2的概率的话 非常非常高 9.98 0.98 相当于说它这个模型认为这个数字是2 那对于其他元素的话 就是概率就是比较低 依次类推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每个数字有10个输出 分别表示说它对应每一个class的这样一个概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argmax 对取出里面最高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值 认为是它的prediction 就是它的output label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是多少 那么结果也不出意外 这个模型的识别准确率是因为94% 所以说这边前5个都是预测正确的20487 有些情况下它也可能会错误 错误率可能是5%左右 那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完整例子就走过了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如果真的要讲的话 就光光这个loss你都可以讲 讲一天讲几天都可能 然后optimizer 每一个东西都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的选择 那么你会发现很快 它就变成了一个 它的复杂部的话就是一个几何技术增长 所以说这个机器学习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说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机器学习大概哪几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加载数据集 加载数据集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是可能一次性读到内存当中 如果你数据集比较大的话 你可能要一边读一边处理 这第一步加载数据集 那么然后你可以做一些 这个visualization 看一下这个数据长什么样子 然后它的大小 这个类型是什么 那么第二步的话 我们需要去做这个预处理 特别经常的话是做一些数据的转换 然后做一些conversion 然后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我们并没有做augmentation 可以做一些数据增强 比如说翻转旋转等等 就是调整一下的亮度等等 很多不同的加造点 很多不同的操作 那么第二步的话就是预处理 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定义一个模型 定义这个模型的architecture 然后这样就这边的话 我们先简单的用一个MLP 然后你可以用convolution 或者说用transformer等等 更复杂的architecture都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就是进行训练 训练完之后就是evaluate 当然你可以一边训练 一边evaluate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是parallel job 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是在训练完之后再做 就可以结成一些cost 当然如果说你训练的offeting太严重的话 你就没法知道什么时候出现问题 然后你最后去做evaluate 然后发现不好 那你这样一个training的话 就是完全就浪费掉了 marketing没有用 所以说最好的话还是一边train 一边去做evaluate evaluate 然后有问题的话就即时止损 可以把这个job停掉 然后调一下参数重新再来 那么就是evaluate和predict 然后就是这边就这样子 那么由于我自己做的话是做Vision 然后是做on-device的machine learning 所以说我们后面还有一步就是export export成tflite 然后去deploy到device上真的去做inference 所以这边的话这一步我们这边并没有体验到 那么可能一些超出了很多同学的范围 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没提到 那么这个完整的流程的话是可能还要包含导出 然后deploy到真正的设备上去跑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视频 现在这边 如果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讲的太细 还是讲的太粗 怎么样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提出意见或反馈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想知道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那么其实这个amnist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你甚至不需要深度学习 那么深度学习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多一层 有这样一个hidden layer的话 其实就成为深度学习了 如果我们把这一层去掉 只有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话 它就是一个浅度学习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一层去掉 它会怎么样 那么它的就是直接768 然后连10 它一共只有7850个参数 那么它也能学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能学到百分之90几的这样一个正确率 你甚至不需要深度学习 你都可以学到百分之90几 然后测试的话也是百分之90几而已 就是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那么深度学习的话 就是to the next level 现在这个amnist可以做到可能99点几 都是99.9几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把这个activation去掉 我们看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activation去掉的话 理论上是说你activation去掉的话 你这一层就等于没有 但是实际上还是稍微好一些 92.7 所以这个activation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增加这个non-materiality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是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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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